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首先有个这样的说明 反馈说明 它会告诉你一些什么插件版本啊 什么这些等等的配置等等 一些概述 你可以进行一些反馈提交 这里我们不管它 我们直接点击取消 在取消 在我们第一节课我们也介绍了 它第一列是这个功能性选项 有这个户外和建筑设计 导入图纸 室内设计 道路照明 简单室内规划 第二项是这个一切历史记录 第三项是一些信息 第三项基本上我们不用管它 实际上主要就是第一列 第一列这里 我们再看上面 它的菜单栏 一二三四五 总共有五个 其实都很简单 第一个文件里面有这个添加 就是新建 它的快捷键是Ctrl加N 是新建一个文件 第二个开启就是打开一个已经曾经制作过的文件 历史文件 第三个选项关闭 如果我们开启了 进入了软件之后就会有这个选项 然后保存 另存 导入 这里导入图纸 还有这个IFC等等这些 不过这里用的稍微比较少 导入这些 基本上很少用到 打印预览 打印 这些也比较少用到 设置 等会我们会讲一下 这个设置 然后离开就是退出软件 和右上角这里有叉叉是一样的 基本操作 然后编辑 这里有还原撤销 这个Ctrl加Z 取消还原Ctrl加Y 就是这两个快捷还是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做错了 就是退回上一步 Ctrl加Z 像这个在Adobe软件里面 是Ctrl加Shift加Z 是撤销还原 在这里我们撤销还原是Ctrl加Y 取一 又恢复到上一步 然后其他什么CtrlX CtrlC CtrlV Delete 这些都是基本常用操作 很简单 插入来讲 这里插入灯具对象 这可以插入外部的这些3D文件 以及灯具的AES文件 这一栏基本上也不常用 监视这里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 一个是缩放 可以调整这个页面的大小 这个尤其是在 可能是在你在做演示的时候 比如说到客户现场 你通过这个投影屏幕太小了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进行一些演示 这样这个界面会放大 正常我们自己操作100% 100%就可以了 切换全屏快键F11 你点击一下它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灿灯栏这些任务栏就被隐藏了 整个就变成了全屏模式 也可以在F11把它切换回来 其他的新窗口和关闭窗口 这个用处也有 后面我们设计到的时候会跟大家再具体聊一聊 一些新的接触窗口 但基本上很少用 还有放大这整个场景 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操作的按钮 说明就是相当于这个其他主题这一列了 这个不详细讲 那么我们首先 这还有个制造商 这开始就开始操作 制造商我们点击一下它 看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这所有的这个插件商 我们上集课讲过了 Deluxe的盈利模式就是 它需要插件商的赞助推广 所以有这么多插件商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查看的信息 有一些还可以下载它的一些插件 以及访问它的官网 我们再回到开始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详细讲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文件 文件刚才我们讲到有个设置 这里有两个设置 首先一个一般设置 对于我们操作一口软件来讲 首先我们就是了解 哪些我们的一些习惯进行设置 好了 首先我们点击一般设置 我们看这里有常用 它提示你保存的时间是五分钟 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碰到了 它每过五分钟会提示你一下 是否要保存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改成十分钟 但是我建议它默认的 这里还原五十次修改 你也可以改成一百次 但是还原越多 这个软件会越卡 我也建议是用默认的 这个其他搜索升级都用自动的就可以了 这个等等这些都默认的 就不管它 这个唯一就是这里有个语言 语言这里 接口语言这里显示是简体中文 它其实还有很多翻译中文 等等英语等等 大概我看有二十来种语言吧 这些 那有的同学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系统 可能识别的原因 一开始安装结果出现的是德语 或者是英文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要选中追 是在这个 你虽然是那个英语 你可能看不懂或者德语 但是这个位置你要记住 在第一个菜单 第一个选项文件这里找到设置 设置就是倒数第二个嘛 倒数第二个这个小三角号 打开一般设置 也就是第一个在 然后在这儿 这个语言language 就是中间的这个第一个 点开这个三角号 找到简体中文 报表语言 默认也是中文的 那么有的时候 可能你需要这个做一些国外的客户 可能需要一些英文的 那我们在这里的报表语言 就要调成你所需要区域的客户 那比较多的就是English 英文 英文分两种 一个英国英语 一个是美国英语 但美国英语用的地方会多一些 这是语言设置 其他我们都用自动就可以了 这个基本上很少修改的 好了我们把这个关掉 我们再看设置里面的第二个 标准设置 点开标准设置 我们看到上面有个均匀度的 第一个是 上面有个默认值 默认值是这个欧标 美标和日标 我们中国的国标和欧标 相似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我们默认就用欧标的标准 均匀度 这是最小值除以平均 赵的车最小值除以最大值 我们常用第一个 而不用这个第二个来评估 距高比 这个大家都应该清楚 就是登距的 间距与安装高度 之间的这个比值 维护值一般情况下 是0.8 这个都按照欧标 下面还记得我们第一节课 我们选择的那个小例子是什么 是办公室对吧 它有各种公共场所的 以及这个专业场所 工业场所的 我们第一节课选用的是这个办公室会议室的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才会 选择自动放置灯具的时候 给放了八盏灯 要满足最低超度 它已经规定了是564 那我们这个可不可以改呢 默认这个是改不了了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 比如说现在我们下一节课 要给大家举的例子 就是一个酒店客房 酒店客房 那我们找到有没有这个 在这里标准里面 我们不发誉成酒店 而发誉成这个旅馆 这个比较多 这个健康设施 什么停车场等等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搜索 搜索一下旅馆 旅馆就是酒店 我们直接可以搜索到旅馆 公共区旅馆餐厅 但是我们发现 这里好像没有客房 是吧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 新创造一个 比如说我们点击厨房 这摸人是不可更改的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点击这里有个按钮 复制场所 注意这里有个按钮 复制场所 点击一下它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复制的 它是绿色的 不是红色的 是吧 使用区域这里 我们给它改一下 在这里 这里现在所有的都可以改了 给它改成客房 这个名字我看能不能改 名字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客房 下面按照我们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P50034这里 这个客房的一般活动区域 是标准是75的克斯 系数间是150的克斯 床头和这个鞋子台的局部 是150和300 注意参考高度是0.75水平面 好了 那75和150 作为客房里面的一般区域 平均照度是75 以及系数间是150 我们建筑这样两个区域 所以这个客房的作业区 照度是150 LX4 滑绕区域 按照我们建筑照明设计标准里面 这个 在这个前面有 我们看 在这个表4.1.4 如果照度只是小于200LX的时候 与作业面的照度相同 在这个滑绕区域指 50公分范围内的区域 就是作业面临近范围内 50公分范围内的0.5米 好了 那么它按照这个标准 也应该是150LX 背景区域 背景区域 这个4.1.5规定了 作业面背景区域一般照明的照度 不宜低于作业面临近周围照度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 在这个酒店 旅馆的 这个客房是75 我们这里写错了 不好意思 刚才写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洗手间了 75 背景区域 那不宜低于它的三分之一 就应该是至少是25 出去325 均匀度0.6 对这个均匀度 这客房这里没有强制性规定 那我们就用它默认了 然后炫光限制 UGR也没有强制性规定 然后其他用默认的 显示指数80 这些可以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工作面的高度 有在这工作面高度 默认按照欧标是0.8 也就80公分 但是按照我们国标应该是0.75米 其他我们就都用默认就可以了 好了 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选择 这里有个套用 注意这里套用就是确定的意思 我们看刚才这个绿色的厨房 现在变成了我们新建好的这个客房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复制一个 给它改成这个客房 卫生间 作业区域 应该是刚才按照标志来讲 这个会不要搞错了 应该是150x4 150x4 然后它的三分之一 背景区域 这个背景区不低于这个作业区域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50 工作面高度也是0.75米 然后点击套用 好到这这个我们就新建了两个 注意你新建的这两个是绿色的 而原来的这个红色的 你是不可更改的 所以这里的情况要注意 一会儿我们下一节课会用得到 好了 那么这就是这节课 这个DX TVO的基本操作 以及这个设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明